中国人对老师的品德是非常尊重 老师都希望学生超过自己 教学真正有成就 学生超过自己是老师的光荣 老师的荣耀 所有学生没有一个超越老师 别人对这个老师有批评 要另发 有东西不肯传给别人 自己要留一手 这样的心 死了之后都是堕地鱼 练法 练财 多地鱼 练法也多地鱼 你拥有财富 你就有义务要帮助贫穷困难的人 你要帮助他 你没有去做 这就是罪 你懂得这些法不肯传认 懂得这个对人有利益 能够救人的 特别是医疗 救人的 行菩萨道的 你有这个能力 电发 这都是堕我道啊 试出世间教训 领发的人真有不什么用 现在更不便 老师在课堂里面上课 留一手 不教学生 干什么呢 开补习班 让学生来上他的补习班 他教你 这个前世拿到了 法也传了 手段错误了 要造罪业 在佛法里叫 批翻如来 把如来的法 当生意买卖 当商品去买 这个罪很重啊 出家人 接受供养 供养用的不妥当 不适用在红发力身上 统统有罪苦 现在持戒的人没有了 杀尼律一里头 就不能有金钱 手摸着金钱 金银财宝 都翻戒 都破戒了 懂得因果报应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